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许信雄教授 早 各位观众朋友 蔡教授 各位观众 我记得徐老师在之前的课堂里面有谈到说 他一直强调或认为说为什么在台湾他认为所谓的统派 是站在北京立场的一种脱降式的统派 这种论点跟说法我想说这边再请许信雄教授为我们说清楚 为什么这是非常你认为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是的 为什么站在台湾两岸关系又是处于延续内战之下的 不是国与国关系之下的情况环境之下 在台湾内部主张统一基本上就是站在北京的立场 主张被统一的投降派 甚至为北京在台湾发展支持这样的一个投降式被统一的言论或力量 在台湾继续扩展 但是因为我们对统一的定义 对独立统独三论的定义长久以来跟国际社会脱轨 所以就变成好像这样的主张也是有它的合理性正当性 甚至可以堂堂正正的说这样有什么不对 这样人家南韩的总统都可以主张南北韩的统一 为什么我们在台湾的新党或是一些和统派的人士不能主张统一 用这样来相提并论 我主要就是要指出 这个基本上是错误的 台湾的统派在台湾生活 吃香喝辣 接受过去荣华富贵的这种享受 但是他却反对台湾成为国家 当然也不把中华民国在台湾当成国家 而主张一个国家内部接受北京统一的投降式的统一 那这个当然是跟国际社会 已经变成两个国家的南北韩或过去的东西的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的统一都是站在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南韩安全 维护西德安全的前提之下 我是一个国家有尊严的 主导性的平等的来跟对方 或是来提倡统一的关联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可以主张出卖台湾的投降式的被统一 是正当合法的权利吗 我希望我们整个台湾社会 或维护台湾人民安全的所有政党 政治人士应该好好思考 特别是学者专家 应该要弄清楚统独的争议 追求台湾独立建国 当然是维护台湾人民的利益安全 有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但是主张投降北京的统一派 被统一派也可以跟主张台湾建国的相提并论 然后来说这个是台湾内部的统独争议 这个不重要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旁边 我们可以不必理它 长久以来这样的一个主张 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形成 对台湾是有利吗 还是一步一步的让台湾香港化 让台湾一步一步的接近 被北京统一的一个环境 所以这个是很矛盾 特别是台湾的公务人员 甚至军人警察 当然现役的军人也有主张的 但是退役的将领 拿到退休金拿到年金以后 他还是主张统一 被统一 投降式的统一去跟北京 搭肩勾背 种种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民主社会的台湾 应该继续容忍的 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这个是个人的言论自由 这个是我的政治主张 来解释两岸关系 还在逆战状态之下 竟然有拿我们的钱 拿我们的薪水 拿台湾的整体利益 来跟北京交换的 统派 可以继续发展他们的影响力 继续在北京支持下 所以北京很高兴这些人 只要你主张统一 到了中国大陆 那都是受他们的欢迎 把你当成贵宾 为什么 这个主要就是 如果我们仔细的思考清楚 那就了解 为什么北京这么喜欢他们 支持他们 甚至有形无形 现在已经用直接的力量来 支援这些人在台湾 收买 发展 渗透台湾 完成在北京主导之下的国家统一 那是指日可望 这个是台湾面临的很大危机 不能不把它当一回事 所以我说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谓统独观念 我主张统一 我们要讲清楚是 投降式的被统一 还是先建立国家 我们先建立国家 成为国家 我们再来跟 对我们已经改变善意的 有善意的中国来谈统一问题 那还可以 可以讨论 是 好 谢谢徐老师 相信各位观众 听完了徐教授很清楚的讲解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去思考 所谓在台湾的统一 主张统一所谓统一派 或者主张这些统合会的人 他们到底是投降派 按照徐老师谈的 投降北京派 还是被统一派等等 好 那另外有一个问题 这边要请教徐老师 就是说我们刚刚谈到 在台湾的 有关于这个统独的问题里面 有关于统一派 统派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来谈到 有关于这个统独争议里面 有些独派 他们常常会强调说 不要去强调 徐老师 你不要你主张建国就好 不要去宣布独立 或者他们在主张建国的同时 主张独派 他们认为台湾不属于中国 要保有这个路线 我们之前的课堂上里面 其实也有针对 所谓的台湾未定论 台湾不属于中国 或者中央民国 基本上是非法占领台湾 等等的这些主张的论点 我们有一一提出来看法 那最近有比较夯的议题 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说西班牙加泰农尼亚 这个自治省或自治区宣布独立 以及是归属于伊拉克的自治区 这个我们所说的库德族 分别都是举行的所谓的独立共同 其实我也觉得也呼应了 徐老师之前有告诉我们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很认真的去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说如果要独立 台湾必须要去面对处理台湾多数人 目前的主张 所谓的维持现状 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 那这边可不可以再请徐老师 徐教授进一步的延伸 为我们说明 徐老师 所以讲起来 台湾的统独争议 都是跟国际社会的一般仓势脱节 刚刚说统派不像统派 统派统一 主张统一 那应该先建国 成为国与国关系 那才有统一的问题 才是堂堂正正 可以合法正当的主张统一 像南韩的统一部 南韩的总统 现任总统主张统一 那没有问题 国际社会也会了解 台湾的统派也是一样 台湾的统派有问题 台湾的独派也是一样 独派也不像独派 独派还不承认 我们维持现状 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就是属于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不是我们在建国学 或徐教授一直讲 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很多人听得很不舒服 来指责我 来责备我说 你讲建国就好 台湾独立就好 为什么要说台湾属于中国 对不起 台湾属于中国 绝对不是我讲 或我喜欢讲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最残酷的事实 就是你我 来自台湾内部 自我的主张 我们所作所为的一切 都是向国际社会表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今天民进党的外交部 不只是印错护照的图片 把美国 华盛顿的机场当成我们的台北机场 台湾机场 外交部还是坚定的主张一个中国 民进党的主政之下的外交部 还容许它主张一个中国 主张我们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绝对不是一个国家 是中国的合法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在统治台湾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怎么说台湾不属于中国 不受中国统治呢 台湾政府的 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还一直维持汉贼不两立的内战状态 一个中国的原则 的外交政策 邦交国都要符合 台湾外交部所主张的 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总统 是代表全中国的总统 所以这样的结果 这样的现状之下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就是自我主张一个中国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 在统治台湾 这个也是我们自己投票 民主化之后 还继续支持的一个 主张一个政府 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就是统治台湾 现在的政府 还是这样主张 那台湾 不属于中国 根本就是自我矛盾 所以没有处理 面对中华民国现状 台湾独立建国运动 还在主张 现状的台湾 不属于中国 主张在台湾的中华民国 是非法政府 他已经经过选举 我们台湾人民一再支持 怎么还会是非法政府 是非法的军事占领 如果是这些都假设在 国际社会目前 已经是两个中国 中华民国统治台湾 台湾当然不属于 另外一个中国的领土 那还可以成立 但是台湾人在自由意愿之下 还是一再地支持 中华民国政府 在台湾的统治 支持中华民国政府 的外交政策 是一个中国汉贼不两立 所以两岸还是处在内战状态 国际社会也都 在无可奈何之下 你们双方两岸都主张 一个中国 那我们怎么能说 台湾不属于中国呢 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也一再提到 它在联合国 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使用中华民国的 创始会员国的席位 在开会 在安理会 每天在表决 联合国的种种问题 所以根本没有 两个中国存在的事实 两个中国并存也不可能 也没有台湾独立 是一个国家的事实 那台湾不属于中国 那为什么台湾人民 要维持中华民国体制 所以要堂堂正正学习 加泰隆尼或库德族 他们都很清楚 我要从西班牙独立 我要从库德族的土耳其也好 或是包括伊朗 他们要从三个国家独立 伊拉克 对不对 分离独立 所以这个才是有使命感 有尊严的独立运动 建国的手段 策略也是一样 高喊中华民国万岁 还说中华民国的国号不太好 要改国号 改国号 改中国的旧国号 那台湾是独立国家吗 台湾不属于中国吗 所以所作所为的动作策略 就是跟你所主张的台湾不属于中国 中华民国非法占领台湾 中华民国非法 既然非法军事占领台湾 那为什么要去改中华民国的国号 这个也是提不清楚 所以当然他们会说 不同的独派有各种主张 我认为既然主张台湾独立建国 大家就要好好把这些独立是什么 独派应该主张什么 说清楚 主张台湾不属于中国 与中国无关 到底它的理论是什么 如果没有弄清楚 那所有的独立运动要推广 要让台湾人民站起来支持 那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一再强调 台湾建国 台湾要独立 基本上不需要主张 台湾法地位未定 也不需要 我不是说这个不对还这样 是没有这个必要 抖顿的 由此可知 台湾要成为国家 这些自知解解的问题 独派的主张 我一再讲或批评 我也很不喜欢这样 来批评独立运动的这些组织或领导者 但是独派要像独派 要有尊严的正确的主张 自己的独立运动 建国运动是什么 不要一天到晚 想要超短线 想要天上掉下来理论 台湾不属于中国 中国不能统治台湾 所以台湾自然就独立 中华民国统治台湾不对 非法 非法我们把它改个名称就合法 那这个都是很没有道理的 不讲理论的 让国际社会不能了解的独立理论 所以独派要像独派再次强调 我们台湾建国协会 或我本人从来没有主张或强调 台湾属于中国 所以认为我们主张 台湾属于中国的这些批评者 应该要用一百倍的力量 跟时间去批评 去导政 主张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 维持现状派 我们现在的中华民国政府 掌握中华民国政权的各政党 还有所有政治人物 他们都是认为 中华民国合法统治台湾 台湾属于中国的旧政府 中华民国所统治 这些捍卫中华民国的各界 人事各党派 才是我们共同努力 要去导政他们 指出他们不对的 光说我把事实讲出来 国外的新衣服是没有穿衣服 然后变成 我好像变成我也没有穿衣服一样 那这个是很矛盾的来批评指责 讲出事实真话的这些主张 如果主张独立这些所谓的建国派 基本上不用去回避台湾跟中国的关系 不需要先去证明台湾不属于中国 再来寻求独立 我们看美国在1776年 美国从英国脱离独立的时候 他们那些开国的总统国父 也不需要去先证明说 像这个富兰克林 或我们讲说华盛顿 先证明说我们美国人不是英国人 所以我们要来独立 没有就是有人民坚强的意志 进而才有办法所谓追求独立建国 如果说在台湾你是主张 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或者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那你应该要去检视 在内部我们的政府是不是 如果是这么样跟我们 然后民众 台湾人民这么去说 对外用官方的方式的词汇 是不是有对外的去宣称 你是个国家吗 但是很可惜的 目前并没有看到 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执政的时候 并没有看到说 他们在对外的宣誓 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 只有对内 对我们台湾人民是这么去说 所以主张 我觉得说 徐老师台湾没有错 从我们的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从陆委会 从外交部的 零零种种的内部的主张 是这样没有错 我们是个国家 对外其实并没有这么去做 所以台湾 维持现状属于中华民国宪政体制 是台湾属于中国 是来自我们台湾人民的选择 那这个徐老师也有谈到 那会造成一个既定的事实 会让北京的中国政府 可以成为合法的继承台湾 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非常非常危险的 是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就针对刚刚 延续刚刚的问题 去谈两岸的关系 两岸一直以来 就是一个国家两个政府 是政府的更迭 所以中国在国际法上 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国家是政府的更迭 所以这边我们就来探讨说 那建立新政府跟建立新国家 一般人民都不太清楚 我们的教科书说 1911年12年 说明推翻了腐败了满清政府 其实这一句话 其实所谓的推翻了腐败了满清政府 就隐含了中国之下的 这个法主体之下 其实是一个政府的更迭 那这边可能请徐老师来就教 为什么建立新政府跟建立新国家 是不一样的 徐老师 是的 人类社会长久以来 都存在基本的两个形态 一个就是要推翻政府建立新政府 第二个就是 从原来的国家分离独立出来 原来的国家还留下一部分 分离独立出来建立一个新国家 两个是非常清楚 一个是独立运动 一个是推翻腐败的政府 建立新政府的运动 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是要主张的清清楚楚 不能混淆的 譬如巴基斯坦从印度独立 基本上就是要从印度独立出来 印度还是存在 但是巴基斯坦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它并不是要取代印度政府 建立一个新的政府 新加坡也是一样 新加坡要从马来西亚独立 而不是要取代马来西亚联邦政府 掌握政府的主导权 所以新加坡很清楚的 要成为一个新国家 建立一个跟马来西亚不同的国家 那这个都是建国运动 加拿大的腿北克还没有独立成功 但是它也很清楚 我不要掌握加拿大的政权 我也不是要推翻加拿大的 现在的联邦政府 我是要腿北克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最近的加泰隆尼亚或古德族也是一样 我不是要取代西班牙的政府 我是要建立一个加泰隆尼亚的 跟西班牙不一样的国家 古德族也是要独立建国 所以一个独立建国运动 刚刚提到主持人提到 美国也是要从英国独立 而不是要取代在伦敦的英国政府 美国的独立运动 也是要从大英帝国独立 所以独立运动很清楚有一个特色 它一定要划定一个新的领域 跟原来的国家不一样 原来国家领域在这边 我独立建国运动的领土在这边 要为原来的国家留下一块领土 不能把原来国家全部消灭掉的独立运动 没有这样的独立运动 这个也是我们区分建立政府 跟建立国家怎么样 建立政府就刚好相反 我一定要把原来旧政府统治的地区追杀 把你完全消灭 然后我才能建立一个新政府 是 谢谢许教授精闭的简说 我们今天刚刚许教授有谈到说 两岸一直以来就是一个国家政府的更迭 如果按照这个形式来讲的话 中华民国基本上不是一个国家 反而是一个政府 中华民国如果是一个政府的话 我们目前来讲只是这个 所谓的中国的旧政府的延续 如果我们维持现状 对台湾来讲的话是相当危险的 因为会让什么 会让在北京的合法的中国政权 有权利来继承 继承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 谢谢各位观众今天的收看 相信经过许庆雄教授精闭的检说之后 我们对于两岸关系 两岸的国家定位 有更深刻的体认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 我们下周再见